再来看到热爱环境清洁的复理乡长江东城 再次号召复理乡民走到街上来捡垃圾扫马路 那么在这次是与清洁队针对复理火车站周边进行清扫 大家协力照顾及维护社区的周遭环境 热爱环境清洁的复理乡长江东城 再次号召复理乡居民走到街上捡垃圾扫马路 这次与清洁队针对复理火车站的周边进行清扫 大家协力照顾以及维护社区的周遭环境 复理火车站前面这个公园是我们复理乡的一个门面 之前我们公所还有相关社区发展协会 对树木的一个清除还有环境的一个打扫 还有垃圾的一些检石都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附近的环境现在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多的村民都会乡亲都来傍晚和早上都来附近那边走走 火车站是不理乡的交通枢纽 进出门户 站前公园更是民众油气散布的处所 公所任养了不理车站前的原地 前段时间已经由清洁队初步整理完成 期望提供民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今天这么多的一个志工对于这附近的环境再做一次的彻底的打扫 非常的感谢 这环境的一个整洁需要所有的乡亲 大家来帮忙 也希望这边也特别呼吁 如果你有带狗出来的话 相关的狗变的话能够随时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一个清除 这次发现最多的废弃物是狗变 烟蒂以及槟榔渣 环境的维护需要乡亲共同来努力 希望更多的人走在环保的前面 为所居住的环境尽力奋力 同时藉由工部门的带头扫街 希望唤起民众对环境整洁的意识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要分析吗? 好